你的問題就會出現 那這些出現的話就會很多奇奇怪怪的東西出來 像你剛剛講說 我英國為什麼不是 應該都是Rio 但是它不是為什麼 那就是因為你能力給自己來 就是你的力給自己 否則它應該是輸出 所以我就講說 你假如說 FFD過去 然後再把它FFD回來 假如說它裡面不完全一樣 你可以試一個 FFD一個一進去 變成那個 這裡我上個禮拜也講過一次 最好的證明就是說 你到底有沒有力給自己很簡單 有沒有力給自己很簡單 這個好了 你就 u帶進去算這個 那在 u帶進去 這個u 我們的input u帶進去算這個 comprate 在comprate帶進去 我希望ifd算出來u是不是數數 假如不是數數的話呢 那代表說你真的有力給自己 那代表說你真的有力給自己 可以 那懂嗎 你可以回去把那數就小了 一般來講是不會 但是怎麼設計都是有一些小小的力量 那這個也就是為什麼我們在設計這個input的時候會很小心 我們在這裡留有500點是0 那這個是也是為了減少leakage的問題 避免leakage的問題才是這樣子的 但是真正要避免到leakage它是不可能 尤其是output 它output永遠不會等於0 因為sensor它有sensor的noise 所以你真正去看sensor 其實它完全靜止 它越來越止 好 所以你假如去做這個的話 那麼真正你很完美的話 從你的g inverse 變成pulse response 那它應該是許數 但是可不止 所以你這選 我們是選這個real 那個部分 你只要取絕對紙 那就全部都是正的 那有問題啊 取絕對紙在畫那個就是 就是那個迷迷板還是那樣不會比較漂亮 比較漂亮 對啦 但是理論上不應該是這樣子吧 因為結略紙的話 理論上你就可以想像得到它都是正的 那pulse response 不會都是正的 不會都是正的 也許你說我取絕對紙 拿著符號 取那個real 那個符號 你也許可以這樣做啦 那就有正符號啦 那一般我們都並不這樣做啦 我們是許有難度的 所以你假如說你如果有部分 爆出來不是很好 跟你本來的差很多的話 那可能就是你的力氣很大 或者是你還有其他問題 哪個地方一定會做 所以我現在只有給你星光一步 星光二步 星光一步 星光二步 就沒有所謂metric的問題 因為每一個frequency point 就是一個value 而value 成長上的kundi-gate 別忘了成長上的kundi-gate 你假如沒有成長kundi-gate 的話 哪裏經過當然都錯誤 這裡那個公式有其他kundi-gate 那這裡我就 這裡就有證明給你看 ruu 這ruu 那經過這個宣索的話 suu 就是應該就是等於 假如這樣的話 它應該算出來都是real sign 的話 那finals 還是real 這個題目還是真的比較抽象一點 因為fif還是比較抽象一點 因為它牽涉到你用complex number這個概念 complex value這個概念 這個會 大家會比較抽象 所以我在介紹fif的時候 我都是用這樣的來介紹 比如fif本身是complex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你一定要把它變成amptitude跟它的face 這樣那個fif才有真正的意義的 這個fif本身的complex number是沒有意義的 你要把它變成amptitude跟face 那這個才有意義的 那這個才有意義的 好 那還有一個問題 這個fif 當然fif其實你要從理論講到 講到這個更深一點 還是有 那coherence 不是single input single output 那coherence 就沒有意義了 你要你假如 尤其是某一個input 某一個input的coherence 等分別沒有意義 它不會那麼乾淨說 這個是0跟1之間 沒有這樣 過去幾天 我們那個website 好像出了問題 已經弄好了 這個都你們可以上網啦 那反正用免費的東西啊 有時候就是這樣子 因為它改了一些東西 我們也要跟著改才對啦 沒有改的話就輸了 所以你們要交作業啊 已經都合理啦 可以上傳了 所以好像今天 這個作業好像今天接手了 那我再三強調 你們作業沒有交的可以補交 但是不能去拿人家來查查啦 因為補交 老師才能救你們啦 你們假如說考試真的考得很差 至少座位才有辦法 我們要補過來 他是可以補交的 沒有問題 你們一定要趕快交喔 因為我要開始算分數了 因為要把那個座位先整理好 我們助教會把座位這個分數先整理好 那下個禮拜考完 我們就要馬上就統計分數 因為隨照規定是 有一段時間一定要交分數 一定要交上去 不過我們也很敢 那我21號又出國 所以我21號以前要馬上講完了 好 那麼 這個隨起 那麼今天是最後一個訪課啦 我要跟各位講另外一個東西 這個 那這一堂課 這個是一個EIA的延伸 那歐洲人比較喜歡用所謂Data Correlation 這個概念來做 來做System ID 所以Data Correlation 那在1985到86的時候 EIA發展出來以後 那麼那個英國的倫敦大學 那麼這個有一個教授 他就提出一個Data Correlation EIA的這個概念 當初他是提出來說 Data Correlation能不能用EIA來做 那我們就 就有這個合作關係 那這個合作關係以後 發現這個EIDC 做出來的那個結果 在 在一般的 機器系統 他的 在統計學上的 的定義上 那麼 他的效果 我從統計學觀念來看 是不是會比較好 我說統計學概念 那麼你們假如沒有修過統計學 那當然很多基本的統計學概念 等一下我稍微講一下下 很簡單的講一下這個統計學 那統計學 那統計學不外乎什麼 不外乎這個就是平均值 那我們在講FIF的時候 其實也講到一點 那個我講到Correlation 記不記得我講到Data Correlation 講到這個Spectra 那這些其實都是統計學概念的原則 那統計學最重要的一個重點就是說 我跟你有沒有關係 我跟你有沒有親戚關係 我跟你有沒有朋友關係 我跟你有沒有同事關係 我有沒有什麼什麼關係 那這個人我從來沒有見過 那這個我們兩個之間的Correlation沒有 大概就是這樣子 他的概念是這樣來的啦 所以我們就在討論這個Data 跟Data的關係 股票 今天股票跟昨天股票有沒有關係 跟前面有沒有關係 跟一年前有沒有關係 這個就是我們講做Data Correlation 所以我們線性系統啊 Data跟Data之間都有關係 這他就叫做線性系統 假如不是線性系統的話 那Non-linear system它也有關係 他的關係就沒有線性系統關係那麼單純 那Data跟Data完全沒有關係 就是Fight Noise 我們叫Fight Noise 這個統計學就是把它定義成Fight Noise 代表說再怎麼樣我們兩個就是不合就對了啦 連不起來啦 就是這樣子 好 我們先休息之後呢 謝謝啊 我們先休息一下 希望這就是我們這邊 那些一次的 就是OK 就是我們給你 我們準備好看嗎 我們先休息一下 就開始回到 我們先我們先休息一下 做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在休息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所以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先休息一下 只能一張兩張,幾張兩張柱,各有兩張柱條, 甚至有兩張柱條, 結束兩張柱條。 畢竟還兩張柱條, 這是後面的鑽似要去體型的體型 它好久 在A1 A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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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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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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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